你是不是翻遍了字典 一顿操作猛如虎 结果给你的小说主角 挤了一个超牛逼的名字 叫刘洋 李雷 韩妹妹 你笔下的男主角 欲输临风 潇洒不及 撩妹十级选手 你听说长得帅的男主 他都姓顾 你大笔一挥 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顾不上 人名起得以主角气质不符 给大侠起名叫刘富贵 给白富梅起名叫张翠花 虽然你不至于在起名时 犯这种低级错误 但说实话 如果大侠和白富梅 叫这两个名字的话 这个故事我倒是有兴趣看一下 要么就是 人名起得全是生痞字 读者还没看故事 就直接给你送走 再见 再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强迫症 就是看书的时候 如果看到不认识的字 就非得立刻马上放下书 去查一下 这货他到底念个啥呀 一个好的名字 可以增加主角的记忆点 作者给笔下人物起名的难度 不亚于给一个牺牲儿起名的难度 今天就专门针对以上疑难杂症 献出和写作12年来给人物起名的四个技巧 第一 根据题材风格给人物起名 人名不能跟故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题材风格产生违和感 古代人有古代人的名字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名字 言情小说的主角有让人遐想的名字 推理小说的主角名字 硬核又带感 你看琼瑶阿姨怎么给人物起名字的 梅花三栋水云间里的男主角叫 梅若宏 女主角叫 杜千千 很像大小姐的名字对不对 就连男配角 也叫汪子墨 是不是有那味儿了 金庸先生怎么给人物起名呢 他笔下的大侠有 萧峰 令狐冲 张无忌 胡斐 各个都是豪情万丈 一书笔下的女性人物叫 蒋南孙 罗子军 张爱玲给人物起名叫 顾曼珍 曹七巧 如果你写的是现实题材的故事 可以把人名起了接地气一些 张大明啊 王建国啊 如果你写的是浪漫一点的故事呢 可以给人物名字起得风花雪月一些 人物的名字最好跟故事的风格浑然一体 就好像长在这个故事里一样 当然呢 我只是给大家举些例子 你看过的书里 要是有拍案叫绝的人物名字 也非在弹幕里 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第二 人名是有记忆点和辨识度的词组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怎么给人物起名字 可以尝试一下词组式的起名法 例如 这一类的人名好记又有趣味性 还可以跟你的人设相匹配 产生人如其名的感觉 第三 根据隐喻和古诗词设计人物名 《红楼梦》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起名方式 真是隐是将真是隐去 甲语村是甲语村言的意思 这两个人物名字放在故事的开头 是为了提醒读者 这本书是真是隐甲语村的一本书 隐喻了本书是借助故事 甄扁当时的史弊 圆春 迎春 探春 西春 对应着圆英探西四个字 是感叹他们青春年华短暂 而上面四位小姐的丫鬟抱琴 思琪 世书 入化 也暗示了四位小姐的命运 仁春在宫斗中横死 视为抱琴 迎春被凌虐死得凄惨 视为死期 探春远嫁与亲人不得相见 视为世书 西春看破命运顿入空门 视为入化 还有一种很有意境的起名法 就是从古诗词里提取人物的名字 什么 弹幕有点吵啊 对 就是《怀上太太破云》里的江婷啦 这个名字出自桃渊明的亭云 这首诗 亭云矮 时雨蒙蒙 八表同婚 平露成江 所以江婷在故事开篇也化名为露成江 你叫什么名字 露成江 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叫破云 也暗示了禁读工作的艰险 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 就像破开空中急剧的阴云一样 你看好的网文也非常讲究起名的细节 赶快跟你喜欢的太太学起来吧 第四 如果你写的是爱情小说 可以用一些容易组CP的姓氏来命名 比如我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啊 男主角姓萧 女主角姓炎 而故事内容刚好又是讲心理悬疑相关 后来呢 我就给他们直接组了一个CP叫 萧炎夫妇 虽然这个例子有点牵强啊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起名思路 就仅供娱乐 还有一些偷懒的做法 实在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名字呢 可以直接去搜索 100个姓萧的好听男孩名 和100个姓炎的好听女孩名 还有一些根据古诗词起名的软件啊 也特别的好用 这个呢 大家自己去搜一下 我就不乱推荐了 或者可以把一些历史名人的名字 给它重新组合一下 除了给人物起个好名字呢 怎么起书名也有一些实用的方法 如果对这部分的内容感兴趣 可以去看我们往期讲起书名的视频 快点根据以上技巧 给你的人物起个好名字吧 光有人名 只是给你的儿子女儿上了一个户口 重要的是 你还得给他们一把屎 一把尿 含辛茹苦的抚养长大 能不能让他长成一个成熟的人物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那就看你身为作者的底力了 我是小玲 见证你在写作上的成长 见证你的成长